数十年来,美国对外战争大多以空中的优势取得胜利 然而,美国之音日前的一篇文章则披露 中共军队在现代化上的迅猛发展 某些方面可能已经超过美国 对美国的空军优势直接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10月1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在空军优势上会超过美国吗?的文章 文中提到,在9月20日 空军协会举办的2021航空太空与网络年度会议上 空军参谋长小查尔斯布朗将军表示 目前中共军队拥有所谓的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航空部队 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展他们的部队 他预测,中共在2035年前会胜过美国的空中优势 空军副参谋长科林顿·西诺特中将也在会上警告说 美国没有跟上中共的步伐 在一些重要领域中,我们落后了 这不是明天的问题,而是今天现在的问题 西诺特认为,中共已经赶上了美国的空军力量 同时亮起红色警戒灯 在9月20日到会议上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 在其讲话中27次提到了中共 而他只一次提到俄罗斯 三次提到阿富汗 肯德尔表示 为了应对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美国应该在许多方面和层次有所反映 包括如何以新的技术、战术、导装备来应对中共 中共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展示了150架军机 显示自身不断提高空军能力 对此 兰德公司的政策副研究员克里斯蒂娜·加拉弗拉 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当中共地面基地与防空部队结合时 这些不断增长的能力 会增加印太地区空域作战时的复杂程度 兰德公司的国防研究员提莫西·西斯表示 尽管中共空军在技术能力和作战实力方面仍落后于美国空军 但其大量陆基战斗机对美国干预台湾战争的任何努力构成威胁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 访问研究员彼得·莱顿告诉美国之音说 美国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得对台湾上空的控制权 但要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还太遥远了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8月13日在Zoom上接受空军时报采访时表示 说美国是主导力量只是一种假说 当距离中国约1000英里以内时 我们是占主导地位的 但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另外海金·伯瑟姆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称 美国只有不到15%的航空库存在西太平洋 加上美国并非所有的飞机全天候进行飞行 不同之处可能在于 中国可以在当地和特定时间段里挑战你的优势 多项研究发现 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中国的空中优势 2015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智囊团的一项研究发现 虽然美国仍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空对空能力 但中国空中作战能力的不断提高 即便在装备上没能超越美国 也能使美国难以在政治上和有效的作战时间内取得空中优势 尤其是在靠近中国本土的情况下 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马克·凯利上将 在9月20日的会议上 把中共称为是顶级对手 在9月20日的会议上